那么过敏性睫膜炎的不同的类型 对视力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过敏性睫膜炎的类型呢 我们常见的有 季节性过敏性睫膜炎 常年性过敏性睫膜炎 还有春季卡榻性睫膜炎 这是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睫膜炎类型 那么 季节性过敏性睫膜炎 和常年性过敏性睫膜炎 这两种类型的话 因为这个疾病不波及到角膜 所以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 那么春季卡榻性角睫膜炎呢 这类型疾病 它有睫膜 春季卡榻性角睫膜炎呢 因为这类型的疾病呢 它可能会波及到角膜 如果一旦是波及到角膜的话呢 角膜会变得有混浊 不透明 而影响视力 所以过敏性的睫膜炎 它有些类型会影响视力的 所以过敏性睫膜炎 一旦发生了以后呢 应该是记忆治疗的 因为有些类型的睫膜炎 是会影响视力的 即使治疗以后 尽可能的对视力 所以 因为这类型的睫膜炎 是会影响视力的 所以这类型的睫膜炎 是会影响视力的 所以这类型的睫膜炎 是会影响视力的